大家好 我是賴四寶 新年剛過 在這裡先祝大家 牛年新大運 牛轉乾坤 一切順遂 馬上這個禮拜五 立法院就開議了 蘇貞昌要先來做 有關於疫情 以及有關於 這個 要補助農民一百億 要對抗 有關於進口萊豬 的事情的專案報告 那 我現在比較關心的 一個題目是看到 今天看到有一個媒體 講的這個 吳子佳 就 美麗島電視報的董事長 他提到說蘇貞昌 想要選2024 的總統 他主要的理由就是兩大理由 第一個 就是你看到國營事業的董事長 開始一波 換一波一波換 他換的標準一定要夠綠 換的標準不僅僅夠綠 而且要是他的派系 我們看到的 這裡 中友的董事長歐家瑞 他是道地的技術官僚 他本身 並沒有太濃厚的政治色彩 然後看到台延的董事長 陳啟玉 他是道地民進黨的 可是跟蘇貞昌是不同 另外一個看到台船的總經理 這個曾國正 這幾位啊 就是 看起來是被請辭啦 被請辭 好 這個是一個跡象 他看到的一個跡象 可是另外一個跡象是什麼 另外一個跡象就是 看到這個 這個蔡英文總統 前幾天他換了國安的人士 最受人瞩目的 之一啦 應該就是 入委會的新任的主委 邱泰山 邱泰山上來 他講了說啊 不要飛機飛來飛去啦 我們希望有對話啦 這就呼應了蔡總統 吊子放軟了 為什麼吊子要放軟 兩岸他不像 不是一向都很硬嗎 為什麼放軟 因為拜登講話了 拜登說 兩個重點 一個兩岸要對話 一個 不要有仇視的語言 他認為說 特別對亞裔的人 不要仇視 他是對美國白人講的 對亞裔 少數民主在美國 落地生根的 這些不要有歧視 另外一方面 對於COVID-19 新冠肺炎 不要用歧視的語言 不要用中國病毒 不要用武漢肺炎來想稱 結果你看到 蔡英文 就開始改了 叫新冠肺炎或者是COVID-19 可是蘇貞昌 蘇貞昌 到現在為止還講武漢肺炎 那麼大家都了解 你當然講武漢肺炎 當然就是一個歧視啊 那麼難怪 吳子佳會講說 他要迫害 兩岸的談判的空間 不斷的還在刺激 總共 不斷的還在講武漢肺炎 所以這裡面清楚看得到 總統跟行政院長 調子不同 所以可見呢 蔡英文這一次把邱泰山換過來 邱泰山的調子很軟 也沒用 為什麼 行政院長還是非常硬 我就稱你武漢肺炎 當然是個歧視性的語言 當然是一個無辱性的一個語言 那我們就應該以世衛組織 叫WHO怎麼稱呼 我們就怎麼講 不是要跟國際接軌嗎 不是要跟美國接軌嗎 不是一切都聽美國的嗎 拜登已經講了 不要有歧視的語言 對於這些的 一些的肺炎病毒等等的 第二個 要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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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等於是 跟過去的川普 完全不一樣 川普就是希望台灣 台灣半年馬前主角色 要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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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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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登不來這一套 拜登認為 大陸跟他是競爭的關係 是他也反中 但是他要競爭的關係 我們清楚看得到 一切 為什麼蘇貞昌 還逞得 踩得這麼硬 他 物質教說 他要選總統 他要選總統他的事情吧 這個 我們也 沒有意見 他選什麼都沒有意見 但是重要是 這個 他向杜派來交心 先 把國營事業 掌握這麼多的 金麥 的這些事業 都牢牢的抓在手上 過去 前年的時候 他突然的 換了八家 韓庫的董總 結果出事情 有三個 為什麼 因為他都換自己的人 換同樣顏色的人 現在 也開始要啟動了一波 已經在 陸續在啟動了 歐加瑞被請辭 就是一個 很好的 一個 一個 訊號 他就是告訴人家 現在 蘇貞昌在當家 難怪 難怪 吳子佳解讀就是 蘇貞昌想要選 2024的總統 他要選 2024的總統 他的起手勢 就是兩大 第一個 國營事業 牢牢抓在手上 第二個 持續地 對中國大陸 惡言相向 使得兩岸沒辦法談 這是他累積 的一個籌碼 那麼 在此呢 這個 新年過後 首次跟各位 在這個地方 來 跟各位 來拜年 祝大家 青春快樂 青春愉快 那麼我們也希望 不管蔡政府 用什麼樣的方式 儘快地 恢復 兩岸對談 這樣子 總比現在 中國大陸的飛機 一直在上面飛 來得好太多